谁有意愿说 我想去做这个队长 也可以举手 首先恭喜你们成为我们这一季 拿到橙色毛巾的S级的舞者 接下来跟大家讲的是 今年我们这一季的赛制 跟以往完全不同 四位队长接下来将会联合指教 共同来培训你们 接下来的比赛 但在这个之前 队长们需要从你们当中 选出四位小组长 组成自己的选手的战队 相互之间进行对抗 排名最高的 有可能会全员进入到最后的总球赛 排名最低的 就有可能会被淘汰 接下来的四位队长 会一一地向你们说明一下 他们对于小队长的要求 和他们的想法 和他们的建议 其实队长是责任最大的一个人 到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讨论 你们的时间分配 很有效率性地把大家的意见同意起来 统求是非常重要的 在团队当中 我觉得队长会是最累的一个角色 但是最有成就感 炮开成绩以外 因为节目会出很多主题 然后不一样的赛制 然后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我觉得队长不光是自己的领域方面很强 可能在别的领域也要有一些理解 或者是掌控在里面 但是整体队长还是需要有一个领导能力在的 一定是要冲在第一位 我觉得队长是一个很暖心的角色 然后需要想到大家想不到的地方 而且需要在大家最累的时候一直打气 我觉得队长最重要的还是选出团队的凝聚力 那还有就是你要想跳什么样的一些风格 甚至选手你要怎么去选择 非常考验大家对整理团队和管理团队 甚至对团队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谁有意愿说我想去做这个队长 也可以举手 可以 这动是起来了 只有射手 那你们看谁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在这里接受队长的面试 我先来嘛 我先来 好的 再见 来 其他几位麻烦到门外去稍等一下 想一想 因为我觉得B-BOY就是应该就是冲 然后 但是我现在冷静下来 我觉得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冲 然后 不管去到谁的队 我都会是一个大杀气 对 但现在说的感觉像是在队里边的队员 我觉得是 但现在你选了说我要当一个组长 那当组长我觉得责任还是挺大的 嗯 我问你如果说八个人的队伍 你会怎么分配呢 八个人的队伍我会先 选一个空翻 嗯 空翻然后两个黑帕 然后两个B-BOY 两个LOK 对 编舞师 编舞师 对 不要吗 肯定要 编舞师 你们团队当中有一个意见的冲突 你要怎么解决这种情况呢 意见 我我就是想放 我就要黑发 我就要放 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不好 这样肯定不好 不会出效果的 你那放个没有意思 这种状态 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就这种状态 我觉得很难去 hold住所有的队员 嗯 啊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觉还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清晰 嗯 就比较 比较危险 因为毕竟你后面是要淘汰 我还怕就是性格太腼腆了 很容易被踩掉 哈哈 啊 啊 你还好吗 找我这招他们闻懵了 慌不慌吗 咋不慌呢 啊 闻饱多问题 饱多 然后就说啊 我就发呆了 他说啊 嗯 嗯 最明显能够当队长的是卡尔顿 卡尔顿 还有这一口 这一口对 但是这一口会不会比较腼腆 不会不会 我感觉他在对 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排过脸 他非常 有想法 哈喽 好有请下一位 哈喽 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嘿 okay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be team captain is to be honest i think i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ecause i've been doing it for 15 years already back in my country and as a choreographer you also need to be able to dance and work with other dances and other styles and everything is a challenge for me and i will always take it as good as possible you know what it is because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so long for me it's not even like it's natural right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all that such you have to do working late making sure that you have everything for the team writing in the notebook g 哈哈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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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w again not yet 那万一你选一个舞者 你觉得他非常好 很配合 大家也都很好 到真正排练的时候 哇 怎么会这样 怎么办 我会和舞者一起谈谈 关于问题 我们会更加的事情 所以 只要舞者也希望 在节奏中 他也必须表现自己的最好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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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是挺有信心 我也很有信心 投票吧 投票可以 你可以成为这 可以 第一位队长 给你去 yeah 希望他作品 keep it a secret for now 我觉得很好 他带团队还是有经验呢 好 又请下一位 Hello OK I think I could be a good leader because I know how to listen people I know how to listen their feelings and what they want Also I did the show last year So I know about the point the battle and I know more about strategy how this show can work and I think this kind of help can be useful and I always give my best for for my teammates for my friends so I really want to like build the family all together so you could choose me I think I can be a good leader 想起 想起 我说说我的想法 因为去年呢 确实Ziko在我的队里面 他非常 喜欢接受一些很多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尝试一些东西 甚至说他在团队里面 他是有 凝聚力的一个能力 我相信Ziko肯定会 是一个好的队长 对其实不管是对于作品的经验 对于节目的经验 再对于比赛上的经验 我觉得他 他三点都非常的好 赞同 所以可以 投票吧 第二位 第二位队长 好的 非常感谢 好的 拜拜 拜拜 从这个介绍已经很 很对了 就是 想的都很周到 又请下一位 好的 我可以成为一个领导 因为在过去 我刚才在游戏 我正在游戏 我会知道 什么是一个队 我可以跟不同的人 和很多人同时 但是 如果你们 都会选择Ziko 你不必须选择我 因为我们已经谈到 我真的不想 离开他 就是 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跟Ziko 再继续一个组合 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好的 谢谢 谢谢 有请下一位选手 我如果需要 我基本上 是 做一部舞蹈 所以 作品 也是 不过 但 今天 我希望 能够挑战自己的 力量 让自己 挑战自己 现在 有变舞师的目标吗 我最喜欢的是 卡尔森和 骆尊陈尹 如果这两个人 都是被别人抢走的话 就是都是大家很想要的选手的话 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 让他加入你的队伍呢 多许我可能会选择 我们再继续看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认为 战场是専丰的 HIP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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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舞 也认识了很多种类型 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比较联络的 专门的联络 现在还没有联络的 他可能会跟你之前带的队 然后参加的比赛会不一样 如果面对各种主题的比赛的话 你觉得你有这个储备量吗 更甚至说在很短的时间内 选择一些你熟悉的 或者你不熟悉的一些队员 来一起短时间内去完成 是OK吗 I guess understanding of diver style so i do hip hop but i also do pop in i can do crump and i can also do house i'm comfortable with choreography and both freestyle and i'm also able to get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nd do things that i'm not really used to do 那你之后的作品的主要呈现 你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but i think he also depends on the theme because I would have members that can adapt to any type of situation 大部分的舞者 都会去想把所有的舞种 混合在一起 对 对 就是挺冒险的 我觉得他的气场马上就被压下去了 我觉得他会有点辛苦 如果他真的当队长 好 来 我们请有请下一位选手 思维队长好 首先谢谢队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担任这个组长 然后我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到 因为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也做过文艺口代表 还有英语口代表 而且主要是在肖家班 师傅也经常让我带孩子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在管理团队这一方面 还是有那么一丢的经验 那跟我这次的管理跟 之前的管理可不一样 那如果你碰到一个大前辈 大前辈 然后他已经练得非常好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还没练熟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规划你的团队 我在挑选队友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选一些 你能控制了的 呃 哈哈哈哈 是吗 我记得了 因为我特别注重这个团队的氛围感 我很喜欢去和自己的队友去 摆龙门阵 就是聊天 因为我我觉得这个是 作为一个团队最重要的 那万一再给你24小时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24小时10个小时排练 深夜小时就是聊天 把龙门阵 我觉得不至于吧 一天 所以队长一定要在整个作品里面 起的一个主导作用 就利用好大家每一个优点来去发挥 就变成一个好的作品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 你会冒着一个被淘汰的一个风险 对 这个责任要担起来 对 无论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我也相信我能够胜任 相信我 我会尽力尽 谢谢 加油 来 我们请有请下一位选手 请进 你好 队长 你好 你好 就是我也想精选队长 然后我会尽力把这个队长做好 包括团队的一些凝聚力 然后一些气氛 然后会尽力把它做好 然后带领我们团队进到下一步 然后获得胜利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是最年轻的一个选手 看你的性格应该是挺乖巧的 万一这个舞者比你精力丰富也好 或者是年纪比你大 但是这个练习他就跟不上 然后已经脾气上来了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解决呢 考虑大家的感受 因为毕竟你加入了这个团队 你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份子 虽然说我能理解就是 你会有自己的情绪 会有自己的想法 大家可以一起来分担这些烦恼什么的 那编舞是你想找谁 首选是卡尔顿 那如果卡尔顿当了队长 你会去加入他的队吗 说不定我也当 虽然说我十八岁 但是我觉得来这个节目就是 对我来说也是学习和挑战 我觉得当队长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然后我会尽力把这个队长做好 大家想好就是这种挑战 是有可能会面临淘汰 当然这个是肯定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团队 只要凝固在一起 就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东西 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沟通这个很重要 如果真的要当一个队长 你要跟团队的人 赶紧有眼力 这搞搞这个气氛 豆豆吧 嗯 周玉祥跟豆豆 我觉得豆豆的表达能力 或者是他有那样的一个活力 能把大家都聚在一块 感觉周玉祥表达的多丰富一点 豆豆跟周玉祥 豆豆 豆豆和周玉祥 可以 还有一个 还有一位的话 我觉得Q卡可以试试 Q卡可以 现在呢全部都是男的舞者 我觉得可以给Q卡一个 我对我就是女主 这个意思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 他们随机组吧 万一QQ卡会想跟卡尔腾一起组 也也也也会很好 嗯 我觉得让他我们不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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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